这是国际焦点 要先带你来关注的是 前美国总统川普 现在又因为一篇发文惹祸上身 他转发了一张 把现任总统拜登五花大榜的梗图 被拜登团队批评是煽动政治暴力 而川普则反击民主党 都把司法系统变成了对付他的武器 两方阵营互不相让 而现在川普拜登的民调 都呈现了一个拉锯战 把殉职纽约警察告别式 一秒变成造势现场 前美国总统川普 最近一次公开露面 喊话要为基层远景发声 但是川普自己 是不是又在踩到法治红线 他转发了把现任总统拜登 双手反绑的梗图 这段影片其实是川普支持者 开着皮卡啪啪噪 把后车厢的照片放大定格一看 居然就是拜登五花大榜的 Cuso图 乍看之下就像把人绑了塞进后车厢 糟的是川普还在自创的社交平台 Truth上面转发 被拜登阵营控诉是煽动政治暴力 事实上专家也分析 这种玩笑真的开不得 很可能就会被联邦探员找上门 但是川普团队压根不在乎 反抢拜登是司法立屋无上限 截至目前为止 看来川普和拜登阵营的口水战说辞 都和四年前的剧本高度相似 根据美国政治网站538公布的最新民调 最近期的一份是经济学人与YouGov 联合执行的是川普支持度44% 对上拜登43% 而在更早是福斯新闻的民调是川普50% 对上拜登45% 坤尼皮亚克大学的则是川普39% 对上拜登38% 差距都在误差值之内非常接近 专家分析2024选战会比2020更丑陋 更会杀到刀刀剑骨 就是因为双方的支持者都更两极 而如果川普真的回国 会不会还有川金会第四级呢 因为川普政府任内的国安顾问波顿 发文警告川普的野心 波顿批评川普有向金正恩的急血野心 如果金正恩开口邀请川普访问北韩 以川普的个性很可能会答应 从烈焰愤怒到爱的情书 川普任内与金正恩的关系 有如云霄飞车 一度亲密 最后却是无言的结局 CN报道川普与金正恩在2019年8月5号的情书最终回 金正恩已经明显对川普很不满 学者分析川普当时很可能 把与北韩的外交当成实际秀来经营 变现作说话题度和声量 但是这和北韩过往的作风完全不合 尤其金正恩现在已经巩固了普京这位靠山 更加的不用顾忌美国 可能利用与俄罗斯的结盟 当成与美国谈判的筹码 就继续来看俄罗斯 这两个星期以来大举空袭乌克兰重创能源设施 乌克兰最大的民营电力公司 供给全国四分之一的电力 如今只剩两成的发电容量 总统泽伦斯基呼吁美国赶快给军援 否则乌军可能会节节败退 偏偏卸占俄罗斯总统普京还下令再征兵十五万人 乌军步步为营 俄军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 这段画面拍下乌军在东部阿夫迪夫卡外围的村庄 没有豪沟碉堡 只能靠断圆残壁死守下去 还不忘嘲讽敌军 对面的俄军似乎真的有听见 趁着这群乌军走进一栋民宅的时候 一颗手榴弹突然丢进屋内 还好乌军当时没有靠近窗户 没有受伤 现在换乌军反击 这段坚守过程可以看出 人力跟弹药匮乏的乌军 只能小规模骚扰 牵制俄军的主力 现在乌军恐怕还得面对数量更庞大的敌人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春季真兵令 一口气要征召15万人 大部分都是18岁的借铃义男 要服役一年 虽然CN的分析师认为 俄国新兵顶多就是当炮灰 但是过去对乌军很有信心的他 现在看法也变得很保守 言下执意现在乌军恐怕很难在抵挡 人海战术因为不只是前线告急 大后方也元气大伤 南部港多奥德萨附近 防空拦截爆炸声不断 临近的赫尔松地区 厄军的无人机频繁出没 乌军的防空机炮连发都没有打中 只好出动防空飞弹才打下无人机 整个礼拜乌克兰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都传出遭到空袭 俄军目标很明确 就是瘫痪能源设施 东北大臣哈尔科夫就因为能源设施 遭到破坏而引发大断电 70万人无电可用 路上交通号制停摆 地铁也因此关闭 现在居民恐怕得准备 面对长期缺电 乌克兰最大的民营电力公司 供应全国四分之一的民生用电 这两周以来 俄军的空袭让他们旗下 六座发电厂毁损了五座 发电容量只剩下20% 要收复得花18个月 如果电力缺口继续扩大 本来厌战情绪已经高涨的乌克兰人 更难支持前线作战 总统泽伦斯基只好再说重话 若是美国武器援助再不来 乌克兰恐怕真的会急急败退 这笔高达600亿美元的援助案 还卡在美国众议院 不过现在似乎出现了转机 共和党态度软化 复活节过后可能会有好消息 但是美国的其他盟友已经等不及 法国打算给乌克兰装甲车 还有射程120公里的阿斯特30防空飞弹 让乌军防空不会因为缺弹药而开天窗 听闻不到 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日前指称 美国军事顾问已经常驻我国金门 跟澎湖的两栖单位 跟国军部队还定期演训 其中也包括了美军绿扁帽部队的人员 尽管这项消息随后遭到了 美国国防部的否认 但是卸任官员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指出 在台协助训练的美军人员跟频率 确实是更多更广了 善用地形阻止敌军进犯 美军人员对着一干国军干部 分享实战经验和战术思维 美台军事交流野生大现场 近年不难看见 也反映了美军来台协训 早已成为常态 交得很广 陆海空军海军陆战队 宪兵的都有 当我在美国在台协会的时候 已经很广了 可是现在更多 中华美国你需要哪个地方的训练 你觉得哪个地方美国可以帮助的 当同意以后才会派这些队来 例如说我们知道一些外岛前线的 那些尖刀单位 他们长时间就是有跟美方相对应 澎湖意外的斗欧事件 似乎让更多人相信 美军人员常驻国军部队 是获得官方支持的现在进行事 然而2023年 美国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 也只提及了美军以顾问身份 和国军定期演训 这跟驻扎和持援 疑似差很大 依照已知资讯 美军以Deployment定义在台的 大多都在AIT的辖下 绝大多数来台的美军官士兵 则是基于互动协训专家交流等五种目的 来台为期数个月协助国军成长 那在这五个交流的事项里面 以美军的特战部队 他是最早来台湾 也是最适合 也是目前唯一可以到国内来 来实施互动协训的单位 因为他部队小 多半是从事互动协训 另一方面就是专家交流 到后来连基部部队连兵营 甚至于其他的编组 都有这样的潜力可循 曾经参与交流的人员透露 演训部分主要分为小部队来台互动 或是国军编组赴美联合演练 而技术研讨则包括了双边互派专家级人员 观摩访问或是聘请师资来台开班 以及随队观摩操演 不论是哪一项都是常来而不是常驻 事实上从国军志愿役 获益无益近年的训练菜单内容来看 处处可见美国陆军绿别帽部队 写训足迹 绿别帽这一个特战分队 他的成员里面 他有很多种专长 甚至包含有语言专长 通信 特种武器使用 爆破 战伤急救的医疗的部分 还有情报跟作战计划 同时他们也把他们所获制的 这些战场的经验教训 那么跟国军做交换跟分享 而美国印太司令阿基里诺 日前再次否认第一线人员常驻台湾 原因未必是切割 因为出差和长期派任之间 有太多行政和法规考量 一个叫做assignment 就是你被派过去 通常在六个月以下的都是临时 我们叫TDY Temporary Duty 这些都不是常驻的 要常驻的话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美军事先要跟中华民国联络好 我有这个人来 常驻到哪个地方的时候 美军通常会让你带家人 那你家人要住哪里 小孩子要上哪个学校 会有很多东西 然后中华民国和美国一定会事先谈好 OK 这个人来台湾 他的驾驶执照能不能用 或者如果他犯法了 是中华民国宪兵抓 还是美国人抓 一两串传闻 唯一获得美方证实的 是协助评估台湾面对战争的韧性 动作没停过 美军也会看 也会吸收 也会学到 中华民国的基地 机场 海港 万一中华民国需要帮忙 然后美国能够来的话 美国要晓得 我能够同时派几架 西五或西四七来 你不能一下十架来就装不下 我也参加十年的 汉匡十四 不但评估军方的 当然要评估 中华民国的能力 能够生存的能力 民间的设施 不过美军观点 该不该全盘接收 正反两派始终论战不休 专家认为 光看实务经验 就有学习价值 因为作战训练 其实非常基于 当前作战的经验 这是我们缺乏的 再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讲的 作战的后勤 因为我们知道 美军的后勤相当强大 那这个方面反而也是 我们荒废了很多年 需要去赶上的部分 那最后就是一个 作战的计划 因为作战计划 你也必须按照 环境跟技术的调整 去有所变化 那这也是我们要 跟美军学习的 常驻与否 台美官方会莫如深 但是长久以来的 军事交流 随着情势升温 能做不能说的默契 似乎逐渐成为过去式 TVBS新闻 终于轮 刘立成 耶辅 台湖到 继续来看今天 十点不一样精神 老保年金王再加一 全台又多了一位 可以月领超过 五万元的退休人士 是全台第二人 专家点出需要投保 最高级距 而且年资也要够长 并且使用展颜 再搭配物价调整机制 就有机会月领冲上五万 不过如果跟老保年金 平均月领 只有一万八千八百二十四元 来讲真的有很大差距 社会保险是我们 整个退休金里面 很重要的保底的部分 想退休到底该准备多少钱 拿不定主意规划顾问 给予专业咨询 其中一环少不了关注在 老保年金的算法 一般人都知道 投保年资越长就领越多 但其实和CPI变动 也有关联 根据老保局最新公布的 老保年金最新统计 今年又多了一位月领 超过五万元的民众 而且他是全台第二位 至于月领超过四万元的民众 也增加至将近四千人 全台只有两位月领超过五万元 进一步了解 持续保持老保年金黄 记录的是一位电子厂老板 从十六岁就开始投保 年资六十年 而去年新达标的这位 退休前也是老板 年资五十年以上 两人相同之处 都是申请延后退休 因此请领佳绩两成红利 同样再加上CPI累计机制 而调升年金 一举超过五万元 我们的投保年资要够长 像有一些大学生是不是 去打工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找一个 有老保的投保的地方打工的话 你的年资是不是就会延长 这两位能够领到五万块的人 都是延后退休的 每一年延后也会增加四% 那延后五年的话 就可以多二十% 投保急剧最高较有机会超过五万元 另外除了有工作要记得 加劳保让投保年资够长 而每延后勤领一年 可增加4% 最多可延后五年勤领 加继20% 最后再加上物价调整机制 就能让月领劳保年金 还有加码的可能性 尤其CPI累计成长幅度 达到50% 就会依该成长率 调整年金给付金额 希望能够降低通膨问题 对于退休组所带来的冲击 我们劳保年金清零的那个年度 开始去计算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成长率 当成长率达到5%的时候 我们就会调整 被保险的劳保年金 然后我们会在五月的年金 去调整六月底会入账 那去年的话是有66万收回 所以我们劳保年金 已经实行15年 那随着大家的投保年资 越来越长 然后最几年 大家薪资都是调涨的 所以你的劳保年金 一定越来越多 但看到整体数据 截至去年底为止 领取劳保年金 人数高达174万2093人 平均月领只有18824元 其中领取一到两万者 占比47.39%最高 其次是两到三万元 占比36.32% 不过观察到 勤领者的平均投保年资 也变得更长 来到29.72年 老保不是只有老年给付 而且还有其他的给付保障 而且你要是领了老保 老年给付之后 你老保就必须退保 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 就是被保险要 依照自己的制压规划 身体状况跟家庭财务状况 来审慎决定再提出申请 会比较好 专家还是 只建议男保因为 劳保财务状况 政策或计算方式 可能会有所调整 个人权益只能够自己掌握 让退休基本保底 能够有最大效益 提本新闻 李延志教汉文中 有学台会报道 车工浪潮席卷全球 各国都在进行 抢人大作战 日本政府的目标 他们是从2019年开始 就推出了特定技能签证 不需要特定学历或实务经验 外籍老公就能够到日本 从事劳动工作 而且从今年开始的五年内 还扩大招募人数 上限到八十万人 即将到日本法治大学 就读研究所的张同学 有意愿毕业后 直接在日本就职 为什么现在赴日的台湾留学生 十个当中就有八个 想要留在日本 很大一部分是日本 现在对外国人的就业机会 越来越多 然后对台湾人而言 日本的生活环境 还有地理位置 其实都是比较可以接受 所以大家如果想去海外工作的话 日本就会变成一个 非常有吸引力的选项 我希望就是可以在 企业商社上班 做一些可能海外业务的工作 我国每年有超过1.2万名 台湾青年直奔日本工作 尤其台湾日文系多 一年有高达1.6万人就读 在当地少子化下 充沛的日语人才 大大弥补日本人力缺口 现在日文系的同学来讲 在台湾工作 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 就是在台湾做 譬如说翻译 或者是跟日文相关的业务工作 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 就算没有在日本生活过 直接去日本工作 也是一个非常可行的选择 根据日本智库估算 到2030年 日本缺工人数将扩增至 644万人 在剩下不到6年的时间 如何透过政策 补足劳动力短缺问题 成日本政府近年来一大挑战 现在不止台湾缺工 日本也缺工严重 因此日本政府就计划 从今年开始的5年内 扩大招募拥有特地技能的 外国劳工人数上限至80万人 自2009年日本政府推出特定技能签证 不需要特定学历或实物经验 就能赴日本从事劳动工作 特定技能一号共12个领域 14种行业 包括餐饮旅宿业 看护农浴业和航空业等等 可在日本工作5年 若通过后续考试 取得特定技能二号资格 便能带家人到日本定居 而日本政府在今年2月 更将铁路零业木材 汽车运输4个产业纳入 也就是未来公车计程车司机 只要具备足够的沟通能力 就可以获取居留权 对于蓝领阶级的算是 进到日本工作的门槛大幅放宽 过去以来只限定了部分 日本传统依赖的这些劳动力 现在把这些劳动力扩大到服务业 或者其他他们现在必须的离 比如说驾驶 然后日本现在的少子化 然后使得他们的物流出现了 非常大的问题 大量希望能够引进来自于 其他国家的蓝领阶级 能够在短期之内训练之后 担任他们的一些驾驶 因为年轻人不想去当计程车司机 但是因为光光 他们光光就超多人 现在进去了 招不到员工 他们不得不把一些人才的计划 拖到海外过来 目前其实是蛮顺利在讨论的 但是有另一派的人 他们比较担忧的是 那交通法规的问题 安全上的问题 他们会有一些疑虑 所以现在是在解决 像这样子的问题 日本后生劳动省统计 截至去年十月 在日本的外国劳工 大约有两百万人 更推算到2100年 外国人的人口占比 将达到日本人口的一成 李世辉强调 随着日本移民政策 逐步松绑 实际上日本已经成为 接纳外国移民的国家 日本的移民政策 正在逐渐的松绑 是希望能够让日本成为一个 可以接受移民的社会 那这样的一个能够接受移民的社会 一个多元化社会 其实对日本的国家发展来讲 是有必要的 台湾也必须要关注到 其他国家的一些移工政策 或者其他国家的一些签证的规定 然后让台湾成为一个珍贵的劳动力资源 日本大幅放宽人才政策 台湾未来会不会更没竞争力 政府必须正视人才外流危机 劳动力越来越珍贵 全球进入抢人才大战 TVBS新闻 黄关伟刘彦宣台北采访报导 春台还可能有三百万以下的房子吗 来看看 想买个窝首先都会问这句 三百四十八 算便宜还是贵 算不错不错 因为它这边有个前阳台 有些套房是没有阳台的 那这一间一品开三十七万 你真的没听错 确实就是这个价 而且周边类似房型的物件 还有更便宜的 几乎只要一拖卖 平均两周就能成交 近来想在七都制产 台中总价准备三百万就能入手 三年前同样这边卖多少钱 一百万 现在 现在这间开三四八 差了两三倍 因为我们现在的利息还是很低 所以政府的政策还是持续在推 所以就是基本上我觉得 以都会区来讲 就是因为虽然现在少子化 但是大部分的人 还是会往都会区发展 像台中就是第二大都会区 然后外来人口会持续进来 其实坦白讲 台中现在这边已经有超过三百万人 在这边生活 然后会集中在蛋黄区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会越越挤 很多人会进来 其实像这样的三百万的物件 它的屋林尽管已经来到 大约是26年 但在整体市场来看 还算是满新的 以往都是吸引一些投资组来入手 就是因为它周边的生活经能 非常方便 有餐厅 卖场 甚至是超商 但是近来价格年年增长 还是吸引小资组 或者是单身族群来购入 主要是买周遭的机能 像是在台中西屯逢甲校区附近 像这样套房交易热度依旧很夯 不过想要新城屋的话 类似一加一的价格就要破千 屋林两年的一手屋 屋主自卖 成状20坪 只是屋内实际大小 隔出小小的储藏室后 主卧客厅的空间只剩下这样 尽管有个小阳台 短短看出几周 超过30组客人想入手 两边比较一下 两年当然比26年的 又美又干净 取向不同客群就有区隔 其实目前七都来看 排除双北以外 类一房的 220万到300万不等 很符合单身族的需求 三房的话 700到900万都有不少物件 不过通常就是 20年起跳的房子 像这样套房型的产品 它其实一天平均 我们算过数据 一天卖掉1.6件 好一年可以成交将近600户 这样子一房的产品 那因为原本的冯甲大学的学生族群 加上未来水南金贸园区 中国一的校区 也在进驻在那里了 所以学生族群 我们最近在观察 成交量越来越大 这种产品 除非是人家整理好的 不然你自己大概都要花个几十万 来做整修 这是应该跑不掉的 那当然这个回馈到总价上面 你买的价格是漂亮的 可能你就自己要花钱去整理 但你买人家整理完的 可能价格高一些 但是就不用自己整理 这是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 纯粹从资料库里面去找说 有便宜的房子 并不是房价太贵 是你年轻人不愿意买便宜的 我觉得这种推断都过于武断 因为过去我们在整理资料的时候 就常会发现这样的问题 导引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出来 因为那些房子 本质上面来讲 它都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 以目前来说 尽管台中的人口在过去 2013年到2018年都是正成长 顶多在2021年流失约1万人 但接下来平均年成长3.5万 来到284.6万人 房价是否成为诱因让人口回流 根据分析 小宅当道符合不少民众需求 但吸引最多的 还是邻近县市的房东 在拓展置产的地点 你今天要到其他的都市去的话 你的薪资成 你的薪资呢 不会太高 的确过去是有些人呢 觉得啊台北房子那么贵 我不如就搬到乡下去吧 但是呢 有很多时候的状况都是呢 搬过去之后呢 没多久之后呢 又搬回来 摊开数据资料库 确实有部分的房子 比起双北新城屋价格 似乎都有机会入手 但地理位置 以及生活习惯不同 真的多出智产机会吗 吸引力还是相对比较小 TVB的新闻 江汉文秀伦台中采访报道 来看看在台中停车阁 有这样子的黑色饼干 功用在哪里 车子倒车准备停路边车格 仔细看格子内有一个小小块黑色圆柄 就是台中的地磁停车系统 小小一块黑色饼干功能都有 透过手机的APP呢 你可以查询到现在我在这个路段呢 上面有很多圆点 绿色代表是空位 红色代表已经有停入了 而我现在的位置呢 我们直接来看 这边就有一个黑色的地磁 就是我们所称的黑色饼干 透过这样的感应装置 能够达到停车的最大效率 黑色饼干 其实它是一个地磁的一个感应器 那它其实是透过这个 微雷达的部分 然后还有一个磁场的一个 扰动的部分 来做一个感测 然后来记录这个车辆 停路跟使出停车格的一个动作 那除此之外 它也可以去做到这个停车时间的一个 计算的一个功能 那可以作为这个停车费的一个 寄手的一个依据 这小小的智能地磁感应设备 又被称为黑色饼干 在全台中三万多个停车格 就有八千多个车格 装设这小小黑色饼干 它具有影像辨识功能 还可以运用感测机制 全体过二十四小时 回报路边停车资讯 让车位达到无缝接轨的高使用率 同步计算车辆停放时间 整合自动计费 与第三方支付功能 驾驶在驶离停车格后的十五分钟 立刻查询到停车费用 朝向实现无人无子化的开单目标 未来可能是一个 智慧化的一个未来趋势跟方向 那所以我们现在是先透过 这个黑色饼干这个地磁 然后将这个资讯传到 这个台中交通网的APP 然后让民众可以及时去查到 这个停车格位的一个资讯 那你要到这个目的地的周边的时候 你可以先去查一下说 周边还有多少的停车格位可以使用 那我们的台中交通网APP 更方便的是 如果你找到这个目标车格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按导航的部分 然后帮你带到这个停车格位 这个地磁装置可以绑定手机支付APP 随即远端找款 天真民众便利性 台中市府表示目标在一百一十九年前 在都市的停车格内 要设置共两万一千颗的地磁装置 刚才你们可能到市政路去 大概是这一块 回到交通局内 眼前大荧幕显示出全部的地磁装置资讯 包含停车时间 使用率 三餐时段 以及重点路段项目 都可以透过装置及时传回局内 未来目标希望可以预约停车 将智慧化的功能更加人性化 这些区块我们就可以每天统计 它的一些停车周转 一台车停进去 会停一小时还是两小时 那是不是可以 假设我们要加速 它这个停车周转率 可能我们就可以透过 像把这个费率调整 这个工序问题 价格变高一点点 民众的需求就会下降 或是就会改变 所以这一块就会 你必须经过这些 所谓电子化方式 不然我们路边的停车格 先把它资讯 这个及时掌握 资讯的完备包含每一个车格使用 台中市府创新变明规划 具有环保永续意念 改善当地空气 减少环境碳排 同步降低了工部门 行政上许多的人力负担 局长表示除了地磁装置 未来更强化智慧停车场运用 像是中区的新中立体停车空间 预计在民国114年中完工 将科技落实到更多实物层面 市政府交通局 他们具有整体发展的概念 就是说除了侦测到隔位之外 未来如果有机会 还可以导入相关的黑色饼干 地磁可以跟车牌辨识 结合在一起 如果地磁跟车牌辨识 能够结合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往路边停车 可以做预约的概念 第二块路外停车的部分 很多人在进入路外停车场的时候 要排队排很长 其实也都不用 我们只要透过路外停车的 地磁的车格 也可以知道哪一个车格停在哪里 交通需求予日俱增 但车格却常常一味难求 市府透过智慧装置达到精准控管 学的表示硬体空间毕竟有限 若能透过智慧化手法 多元化分项管理 创造出更多停车效率 对于民众来说是一大助力 黑色饼干 智能地磁 透过高速传输 资料分析 让小小一块停车格 创造出更大的停车效率 很多人摸到脖子出现 肿块时会十分紧张担心 是否得了癌症 实际上医师会根据年龄 肿块特性等因素 来判断颈部肿块的性质 对于小孩或年轻人 颈部的肿块 由感染或先天性病灶引起 而伴随着弹痛和发烧等症状 多数是良性 相反的在成人身上 特别是有使用烟 酒 槟榔习惯等 或是无痛 而且逐步增大的颈部肿块 出现恶性肿瘤的机会比较高 需要保持警觉 如果是先天性的话 它存在的 大概就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大概有数年以上 如果是发炎性的话 大概都是几天的时间 它会有红肿 热痛 这些相关发炎的一些症状 跟不舒服 颈部肿瘤可分为先天性疾病 发炎性疾病 良性肿瘤 恶性肿瘤四大类 排除甲状腺疾病 成年人颈部肿块中 有50%到80%为恶性 而恶性肿瘤中 有80%为转移性癌症 我们说的恶性肿瘤 颈部淋巴转移 我们摸起来的质地很硬 像石头一样 表面刷刷不规则 而且你会发现 它摸脖子的时候 是卡在上面不会动的 而且会慢慢的长大 如果你有烟酒冰糖的 使用的状况的话 一定要尽早就医 恶性的颈部肿瘤 通常都有治疗指引 不管是口腔癌的治疗指引 鼻炎癌的治疗指引 我们只要早期诊断 然后根据治疗指引 大部分都可以获得还不错的预后 在门诊接触到颈部肿块的病人时 我会先确认他的大小位置 以及是否会疼痛 那接着在问诊时 会询问病人是否有相关的家族病史 或是病人本身有没有烟酒冰狼这些习惯 其他相关的症状包含 耳闷耳鸣 鼻塞 血丝鼻涕 血丝痰 声音沙哑 吞咽困难等等的 都会去询问 有关颈部肿块呢 其实像它的位置可以猜测 它是从哪里来的 比如说像是耳朵下方这个塞线 就有可能长出塞线肿瘤 那下汗线就有可能长出下汗线肿瘤 所以可能要接受诊断跟手术治疗 颈部肿块大致上可以分为 发炎性和最生性 发炎性的颈部肿块 大致上可能就是把病原体找出来 针对病原做治疗 大部分都可以得到缓解 不过有一些非特异性的 发炎性的颈部肿块 有时候是没有什么病原体 但是这些没有特异性感染的颈部肿块 一段时间之后自己也会缓解 那至于最生性的颈部肿块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肿瘤 可能是良性的肿块 会建议先观察一段时间 如果肿块在观察期间没有消失 或者明前变小 还是需要进行切片检查 以排除癌症 肿块里面我们就分成是 良性的或者是恶性的 那其实区分来讲 不应该是以痛跟不痛 来做单一的区分 可能有时候要看这个肿块 它的位置是不是会造成 外观上的改变 或者是会压迫到我们颈部的血管 或者神经 或者是跟病人讨论后 跟病人得到共识之后 做一个进一步的处理 现代医学进步 细胞学检查技术更加精准 可透过针刺抽取细胞 来进行诊断 确定诊断后 医师才能根据肿块的性质 安排适当的治疗方式 TVBS新闻何嘉阳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